岁末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排一下很特别的一个旅程 也就是我们为了感恩中年 为了守护大地 护持人文的环保菩萨 我们会去到各个环保站 向他们表达感恩 在过年期间整个回收的量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环保菩萨们每一位脸上都是带着笑容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保护这颗地球 他们在帮子孙来支付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茂菩萨齐声祝福 虽然说有些人已经白发苍苍 但因为有疼惜大地的一念心 所以从不喊累 人文志业中心的主管们 也在岁末年中踏访了环保站 来感谢环保菩萨整年的付出 也跟志工一起拍摄了拜年的影片 送上祝福 再来感谢环保